俄罗斯南部的离海沿岸最近出现了海报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至少有2500只离海海报神秘死亡 沙滩出现一句句海报尸体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这里是俄罗斯南部的离海沿岸 多达2500只离海海报 近来被发现离奇死亡 由于外表没有明显伤口 初步排除遭到渔网缠绕致死 俄罗斯专家表示 这些海报可能在两周前就已经死亡 附近没有发现任何污染物 初步研判是自然死亡 但真正的死因还有待实验室调查理清 在沙滩上悠闲晒太阳 离海海报不但是离海的特有种生物 还是全世界体型最小的海报之一 根据估计 离海海报现存的数量可能只剩下7万只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兵为物种 保育刻不容缓 离海沿岸过去曾发生多次大规模海报死亡事件 光是今年哈萨克就发生三次 离海沿岸包含俄罗斯、伊朗、哈萨克等国 势必得要通力合作才能阻止海报大量死亡 林佑任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